太奇百宝竹,秉承同一份精细心思,质优美美,个中享受,无以上知,太奇百宝竹 旺角尼敦道交通意外的出事巴士经警方检查之后,证实机件并没有问题的 警方怀疑有司机是超速导致意外,目前仍然有六个人留意 周取山报道 出事的两辆巴士仍然被警方扣留在何文田汽车扣留中心 巴士的挡风玻璃撞到碎了 崩把也脱了 西九龙意外特别调查组,下午也派人检查巴士机件有没有问题 警方表示,相信意外与机件无关 验车官验车是没有问题的话,我们相信在现场这种交通意外与机件无关 我们在现场,我们会发现一些很长的胎痕 我们稍后会做一个意外重组,来看看会不会有人由于超速的缘故来导致交通意外 巴士公司方面表示,邵氏巴士的两个司机已经是暂停一切的职务,协助警方调查 另外警方仍然是封锁被巴士撞烂的糖果店现场 也都要市民在门外面摆上鲜花悼念死者 而店主也是大同装修工人,评估损损失 谭伟雄去现场看过 尼敦道和旺角道交界一向都是交通黑点 区议会已经树立告示牌,提醒市民 但经常有人顾危点和汽车争路 而旺角旺角道的行人也不等绿色灯号亮着就冲过马路 有些市民明知危险都照冲而过 你为什么不等,只差一点点 是呀是呀是呀 是呀是呀 我赶时间了,赶时间了 另外尼敦道西行是只准巴士又转入旺角道 但灯号的时间太短,巴士司机就经常冲灯 有时还连续两部巴士一起冲 人永远都不够车快 一遇到不够经验的司机 他就得不到 或者他慌张起上来 踏到油门那里 那便养成慘劇 附近的居民希望当局尽快改善这种情况 包括考虑兴建行人天桥 和延长行人歌路灯的时间 亚洲电视记者谭外雄播到 警方救治了不少先进的仪器 协助搜查可疑物品 相信在今个月中 世界银行会议的时候可以大派用场 妙美斯区看过 这副价值50万的雷达搜查仪器 连花肝癌都可以透视穿过 而最深就可以探测到地底5.1米 即是差不多两层纽深 之后再将物质转成影像 逐层显示在荧光幕上面 示范的时候 警方预先在地上埋了一个水桶 荧光幕上面就出现红色的部分 很多西方国家都利用过这副仪器 成功运出尸体和爆炸品 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件物件 在那个地方有多深的地方 和那件物件有多大 亦都方便我们去发掘的时间 不会破坏到那件物件 另外 好像这个专门用来 鑽洞鑽那的规探镜 和这部在6秒之内 就可以测试到物件 有没有炸药成份的分析器 都会用在细寅会议 会场的保安工作 而警犬亦都会协助手炸弹 确保小银场地安全 虽然律师刚才要花三四分钟 才找到炸药 不过令犬员说已经算很快 因为如果用人手的话 每架车至少要花四五个字去找 亚洲电视记者苗美斯报道 教育统筹局现在考虑立例 规定未获得批准临时注册的教育机构 不可以向学生收取费用 但就准他们继续按现在的规定 招收学生和做课前的准备 教育统筹局局长王永平 在临立会会议上强调 按照现在的法例 未获教主发出临时注册证明书的教育机构 包括了补习社 不可以开课 但就可以展开招生和开课前的准备 王永平说 会考虑修例 不让这些机构 在取得临时注册证明之前 向报读的学生收取费用 另外 教主也会考虑 是否要进一步 规管教育机构的私知水平和课程 政府已经完成加强监管卡拉OK防火措施的检讨工作 并且将建议提交给临时市政局的小组讨论 周翠山背头 目前经营卡拉OK只需要遵守一般的楼宇和消防安全规定 并没有一套特定的发牌制度去监管卡拉OK的经营情况 大致从保拉罕卡拉OK大火事件发生之后 臨时市政局公众卫生委员会就考虑 去定立发牌制度 而屋宇署就建议 规定每一个独立的卡拉OK商房 都需要设置太平门 去提供另一条走火通道 以及房间和走廊之间的间隔场 亦都需要有抗火的功能 但就有议员认为 如果有关的规定定得太严 会有损消费者的利益 投资者的投资是大了 或者经营成本是高了 而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消费也是大了 市政总署稍后就发牌制度 去咨询业内人士的意见 阿州电视记者周翠珊捕道 一个想创造世界纪录 连续攀登喜马拉雅山两个山峰的香港记者 因为不获得西藏签法许可证 而很可能会毫梦成空 他怀疑不获得签证是与记者的身份有关 莊燕凌和他谈过 想成为首位连续攀登喜马拉雅山峰 珠乌峰和阿玛达布南峰的香港人梁逆南 愿望可能要落空 原因是珠乌峰位于西藏境内 拿着回乡证的梁逆南 申请不到当地的登山签证 是什么原因呢 他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给我 不过做了15年记者的梁逆南就怀疑 拿不到签证是因为自己记者的身份 如果他用一个这样的逻辑去推理一个记者的身份 一定去入境就一定去做采访了 我觉得这样就很荒谬 他说曾经联络过香港的新华社分社和外交部 不过他们 在田野当局出动100名军警到来协助搜索 和